gym 女 tourists 奴婢在 朗要你查的事情 別再查下去了 皇上有難處 是 皇娘也不贊成再查 后宫的水太深 一脚就混了 还藏着了您 朕有两件事情 要你去办 家贫 住在珍香馆 朕要你亲自照料家贫 直到生产 母子平安 奴婢会的 第二 在冷宫里 都是历代被遗弃的嫔妃 好歹都是宫里人 朕不希望 有人死在里面 奴婢知道怎么做了 先下去吧 是 臣妾就按皇上的旨意 将永皇挪去中翠宫 再将乌拉那拉室 移去冷宫 这样也好 眼不见为静 省得皇上想起了 乌拉那拉室 便要生气 路走荒郊壮士追 蛙身紫色总男儿 跋山扛顶心河豹 耻剑辞追至不宜 天下不闻歌楚些 正中为见 叹云死 去永皇吧 云相三户中何在 这孩子 千百无疆不喜悲 静忠 叫他进来 喳 又大哥您这是做什么 您快起来 皇上传您了 儿子请皇阿玛皇姑娘安 请圣长在安 岳罚都没规矩了 永皇 皇子与公主代树母皆以娘娘相称 你对圣长在也不换句圣娘娘 实在是疏忽了礼数 陈倩原是伺候大哥养母的宫女 大哥不可按规矩称呼 也是情有可原的 儿子是母亲细心抚养 从未教坏过儿子 更未怂恿过儿子 今日儿子背诵的御师 乃是母亲亲口教导 母亲时时刻刻 把皇阿玛放在心上 怎么会残害皇阿玛子寺 还请皇阿玛明察 乌拉娜拉氏便是抚养了你 才生出了坏心 你实在不必为她求亲 大哥 乌拉娜拉氏疼您 只是想借您妖宠夺嫡 您被利用了还蒙在鼓里呢 你胡说 就是你 被主求容诬陷母亲 你会造报应的 永皇 不得无礼 朕告诉你 也告诉所有人 以后你就由淳贫来抚养 朕也不许任何人 再为乌拉娜拉氏求情 李玉 带她出去 大哥 请吧 皇上的安排真是妥当极了 贵妃有家事 若是由她抚养大哥 又生出夺嫡的妄念就坏了 纯平无慎宠爱 又无家事 况且还有自己轻生的儿子 能多疼大阿哥呢 额娘屡次嘱咐 要保全永莲和傅察氏的前程 本宫自当竭力 如今乌拉娜拉氏自食恶果 可本宫也不想看着贵妃一人做大 好 佳嫔玉玺 您扶阿若上位 淳嫔又有两位阿哥 贫分秋色 谁也占不到便宜去 您就可以稳坐中宫了 永莲没有得孝正之前 本宫啊 也不用这般处心积虑的谋划 求得后宫平衡 可如今永莲得了这个病 本宫不得不处处小心 要是还看着乌拉娜拉氏母子做大 或是谁动了别的心思 来日为难了永莲 那本宫也就不配为人母 奴婢明白 您是一心为了傅察氏 一心为了二个 总之如今皇上把乌拉娜拉氏 打入了冷宫 又挪了大阿哥去中翠宫 您就可以安心了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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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代你的事都做了 嗯 儿子不敢辜负母亲 都已经做好了 皇阿玛生气了吧 嗯 皇阿玛训斥了儿子 还说不让儿子再跟着母亲 要让淳娘娘来抚养儿子 那太好了 淳娘娘心思细 她知道怎么照顾你 你有了好的去处 母亲也就放心了 大阿哥 以后有任何事 都可以来找海娘娘 嗯 主 李公公来了 皇上口谕 皇上口谕 乌拉娜拉氏 谋害皇嗣 罪无可恕 耻夺封号 废为庶人 终身 终身游去冷宫 罪 广人 乌拉那拉是 谨遵рен 届尊身游 取 大阿芦 你 义主 主 姐姐 义主恕罪 您没了封号 奴才只能这么称呼您 李公公 咱们里边说话吧 是